明厨教你半成品做出饭店出品 大厨运动简单操作教我们之后 就发现跟饭店的出品是一样的对吧 老上海素拉吃出不一样 哎呦 像是包围一样哦 原来牛肉真的可以这么嫩 另外偷偷告诉你 今天老子好都有折扣哦 大家好 我是葛小剑 还有两周就到我们的十一长假了 那今年可是有八天的休息时间哦 想想就开心 那难得有这么长的假期 亲朋好友是一定要聚聚的 不知道大家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看来很多人都还没搞定哦 接下来的两周肯定是集中准备的时间了 那吴跟娘娘就已经开始懂脑筋了哦 哎 晓晓 我跟她说我今早中了下我都能准备了 能自家准备了啊 嗯 为什么啊 我今早要到牛筋了吃 那我现在在约有一个人来吃饭嘛 大家吃饭嘛 那我现在吃什么的比人品啊 哎呦 能吃到牛筋了多少能光啊 那内味有没有两个种的啊 哎呦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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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家准备了 我又贵了 没吃饭吃了 哎呦 能吃吗 我的东西就好像一起吃饭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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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又贵了下去吃的快点快点快点 放松了 这三年真的是特别地补完 太了 能吃吗 哦 可爱门就是罗路嘛 能吃吗 能吃吗 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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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新的吸罐吗 那身为新呀的雞宝吗 这次我贵了 雞宝本身就是一百多啥 一百零八 你才98元 你才90元 那一款手机很紧 手机很紧 你买一项 你带她送女友 有天吃钱 我又会送她 我们说 全部人买好了 这一天送你上来 方便吧 90元 你才选择 不想要 能要其他女性 能够做两种的 而且能够认识的 你才能懂 我们可能觉得 有三人光 有三点多 有三钞票 有三钞票 没错了 在这上面买东西 不仅帮大家省时间 最主要还省钱 而且都是老字号作证 生鲜水果也都有 购买好后 另一天就可以都送到咯 你那快递到了 快递到了 哎呦 干什么的 啊 谁啊 我们都走了 雪芹快点来 来来来 哎呦 新雅的 另外还能看 可是还是冷练啊 我有隔着冰了 还好 那是隔着冰了啦 送过来 可是它会有鸣鸡 我们来看看阿姨买了什么 新雅的八宝鸭 商城价只要98元 还有新雅炒菜 半成品四件套 比门店价便宜40多元哦 先得来排骨年糕 四代只要98元 赶紧扫码 把这些实惠 统统带回家吧 这个半成品呢 总是类的方便 但是你看看这个摆盘 我们又弄过来的了 跟那些盒子都肯定要来 可怎么也在台湖里 我们是糟蹋了这个食材嘛 跟那样别啦 那我们人来的 你都做没这些吗 那我们就是吃 来帮忙 知道了现在 那个八宝 好可爱的 可倒是特意啊 我倒是您的老大厨的呀 我看看就啊 我叫一个来帮他来 隆隆好吗 好好好 指导一下好了 我先移好了 等一下当着地物 喂 我来我来一下 跟隆隆啊 帮你问你了 那给我来帮帮忙好吧 哦 用来帮忙 帮你帮你 好好好 跟我来我来一下等我啊 我第一次帮你啊 好的 我过话就到 好 请看这位 今天小倩请来的这位大厨 名叫蛇俊 现任上海虹桥 金城黄冠价的酒店 西餐行政总厨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既可以做精致的西餐 也能做地道的本帮菜 不知道他会将这些半成品 做出怎样的升华呢 来啦 进来进来进来 好好好 辛苦了 我进来进来 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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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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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期邀请来帮忙 东西古呢 好好好 他已经上海了 刚才们还要醉了 给这只乌生水 我们是可可觉 很多东西器 辣子 Lang용 氐号 半成品 熟食 冷菜这种素 当年这时间 要��一 relevant 因为我们会不GM 怎么去把它�到更好看 十一的时候 我们要吻中菜 我就按照这种模板 我们十一的时候 做这个菜格票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我一定要用这个 那就是鱼肉料 那就是鱼肉料 那样子都需要啊 好吧 好 商城价128元 星牙炒菜四件套里 有蚝油牛肉 炒虾仁 季菜腐衣百叶包 遭溜鱼片 还有杏花楼的咸鸡咸肉组合等等 大厨会先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老师都会吃鱼肉 这种鱼肉比较多 这个鱼肉比较多 这种鱼肉比较多 它容易切断 用鱼肉为来脱臂 SPOLMs 差不多凝几分钟左右 鱼肉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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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把萝卜鱼做下去 这是这么小的 有小的鱼肉 包仔饭是包出来的 它是叫我们广东一种蒸饭 叫蒸笼饭 这种饭如果放在饭店 卖一卖也得七八十块钱一份 做得好好的也没有 是吧 阿拉金座觉得那个 咸鸡咸鸭的边角料 就可以做一道叫什么饭 叫咸肉咸鸡蒸饭 现在商城价128元的 杏花楼咸鸡咸肉组合 既可以当冷盘前菜 又可以做一道美味的蒸饭 一菜两做 让阿姨妈妈省心不少了 你是全部都拿来蒸吗 不是呢 你是拿鞭饺料来蒸吗 对就是拿它的胸肉 就是抽是某个地方 然后把它切开来 吃好锅肉 因为吃了鸡肉 可能它锅肉 对吧 像是胸肉的地方 就那一菜简单一碟了 第一步 拆骨片肉 将鸡胸肉部位去掉骨头 切成片状 因为鸡胸肉直接吃口感不是很嫩 所以带皮带肉 一同切片 不可以加一个刀法 对吧 炸鸡 这种鸡胸肉 这个鸡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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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也将鸡肉切成片 大概切个五六片就可以了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放多少 等到饭蒸得快熟了 就可以放入电饭包中 此时咸鸡里的汤汁也可以加进去 让饭更加鲜香 咸鸡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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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 就像烹饭更多 一万香 包括它的原材料香味 慢慢地都会 融合再起来 还有刚刚那碗灵魂酱汁 我们咸鸡咸鸭里面 心灵鸡汤 灵在上面之后 这个米饭就有灵魂了 是的 如果你家中也有咸鸡咸鸭的半成品 也可以像这样去掉骨头 将口感比较柴的部位切片 和饭一同蒸 切记袋子里的汁水别扔掉 倒入饭中可以锦上添花哦 其他半成品食材 阿姨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搭配 新亚128元四件套里的炒虾仁 搭配了颜色丰富的配料 一袋只要16元的鱿鱼卷 阿姨做成了爆炒鱿鱼 从处理配菜到出品 每道菜大多只需要10分钟以内 就可以搞定咯 就这样 满满一桌菜就完成了 切来了切来了 好了 炒来了 哇塞 虎妮 你吃什么鸡汤 鸡汤 鸡汤 阿姨吃得浓吗 我吃得浓 白衣薄 白衣薄 白衣薄就是导致哪些 三个鸡汤 对 干嘛的生味好吧 来来来 麦克制 一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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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 所以这个鸡汤 都是自己吃到米饭 而且可以吃到米饭 你都很好吃了 好香 大厨来得果然不一样 这菜的 这是个鸡汤 一开始煮 对 用大厨做教我们之后 就发现跟饭店的出品是一样的 对吧 大厨吃两个方便 八本从来 我叹咸 对 这个是杏花楼的咸鸡 太好吃了 这个楼是鸡鸡 好像饭 鲜 鲜 对吧 你以为啊 比较的比较好吃 好吃 你不要给一个多吃两鱼 不解释了 其实还有一个保守的秘密在里面 我们把一些鸡鱼鸡的骨头 放在鸡汤里面 鸡汤更鲜 好 真有秘密的 真有秘密的 金豆啊 有十二道菜品 我们用时大概是一个小时以内就完成了 对的 所有的菜品都切配好 调味料也拌好了 直接下锅炒就可以了 你想想看 轻轻松就能做出媲美大饭店的美味佳肴来 所以我武汤麻烦的是哪地方呢 起 好醉商城 商城价98元的新雅八宝鸭 买回去一蒸就可以吃了 现在还有上海老字号先得来排骨 98元就可以购买四袋 还送一瓶辣酱油 来吃一口吃沙拉 好不好 创新的沙拉我们尝一尝 快点米豆奶奶 嗯 好吃 八个碎那就不一样 真的比较爽口对吧 嗯 我本身以为老鼠时间 我才把水 他把土豆 真的是太搭配了 完美融合 这叫完美融合 我这个土豆是文字老女啊 你到底菜一菜有个客户 对吧 更新的它是 嗯 话说这土豆色拉这么受大家好评 但是我们半成品中没有土豆色拉这道菜吧 诶 那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 让我们时光倒回到制作之前 然后我是用的我们的山林峰的大红肠 这是我挑的 你挑的 然后呢 这是我买的 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红心土豆 哦 这土豆选择的时候有讲究的 嗯 它比较粉嫩 嗯 地粉不会太多 所以说呢再配上我们的这个玉米 然后做一个上海的口味的一个沙拉 老上海色拉了 对对对对对 它会有跟老板的色拉有什么区别吗 哦 各口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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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整整 奶味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可以啊 原来红肠除了直接吃之外 像大厨这样做成色拉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原材料如下 第一步 压土豆 就是那个没有稍微倒倒 哦 那么稍微倒下 稍微倒下 稍微倒下 有没有稍微倒下 有没有稍微倒下 它来啊 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往心土豆嘛 对对 往心土豆啊 就看一样可贵 我再就看老粉嫩 哦 这个如果是切块的话 它的真土的时间就是在 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左右 哦 我觉得 哎 这个意思了 对的 接着放入所有食材 一同搅拌 我们把我们的 红肠 哦 切丁 嗯 嗯 嗯 搅拌好之后 放入蛋黄酱 蛋黄酱的多少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随后继续搅拌 这就是我们西餐里面讲究的 它是比较小的 它是快装 你还没有讲英文讲究的 就是快装 哦 好 现在呢 我长文就是这样子 我是把那个 我为了吧 我为了吧 chunky就是快装 chunky 而来今天正常称食尳了 今天前程 geez植 rolled 进来上英文 강的 土豆沙拉英文讲啥 土豆沙拉英文叫啥 土豆沙拉 土豆沙拉 不回了吧 sollen其它吗 土豆沙拉 土豆沙拉可以 relacion 土豆沙拉 鸟 держ了 土豆沙拉 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一二 一二三 哎哟 像不高的一样 是的 是的 零啊零啊 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最后再交上秘密武器酸奶 让它酸奶打开了 好吧 嗯 弄得像在德国地平一样 是的 是的吧 是的 山林熟食的大红肠 在陶醉上海商城购买 79元就可以买四送一哦 将土豆切成大块 蒸煮25到30分钟 和其他食材搅拌均匀后 再放入蛋黄酱一同搅拌 为了装盘好看 大厨说可以先放小碗里定型 再倒入平的盘中 最后在土豆色拉表面 浇上酸奶就可以了 就这样颠覆传统的土豆色拉 就做好了 比较之后 阿姨妈妈谁都要 得底部的女精都起码了 而且以拉格熟食的柜台啊 您昂昂昂子 基本上都要把得饿的吧 但是无论说酷暑啊寒冬 他们的生意永远那么的好 人气永远这么的旺 话说新亚食品的门口 每天都是排满的人 不仅是为了他们的熟食 也有很多是冲着半成品去的 而且很多都是回头客哦 我有牛鸟 它叫牛牛的上面的 哎呦 我想就是找你用品 我真的没喜欢 因为新亚这个小菜 你少了没好 我有牛鸟 哎呦 它叫牛吧 一个嫩 一个米豆 小松 我得咕 为什么这个 麻辣地嘛 把了冰箱的 有钱内包吃得炒一炒 我们来去拿一个原材料是吧 原材料不放心 这里东西放心 新亚炒菜组合四件套里的 蠔油牛肉 果然很受大家喜爱 不知道大厨会用它 做出怎样的美味呢 我叫干脂脚的 它叫蠔油鱼 葱油鱼 葱油鱼 这根和米就吻了头了 自己起来 我应该有点创意的 可以啊可以啊 原材料如下 准备好后 就可以开始第一步 煮面了 水烧开后 放入挂面 但此时也不能闲着 我米豆子呢 它就好 这个自烧起来了 两锅齐开 对 只要这些配料 就浓好了 就浓冻浓精了 对吧 对 否则也我想 一人要把地酱油 一人要把地炒 脑子转不过 我们也要哭 就一步步 难道人分子 对吧 水沸腾后 只需倒一次冷水 接着它一套就可以了 像这个面的话是比较细的 所以不用很长时间的 因为拌面吧 不可能吃烂面吧 对吧 接着我们开始炒蚝油牛肉 我这里就冲你 然后给你三 那我又五十区好了 面条加一次冷水后 煮开就可以出锅了 不用再煮烂一点吗 它的面条的软硬度 包括它的粗细度 这样已经OK了 随后淋上葱油搅拌 淋一点葱油 葱油一个是葱油 让面不要坨了 这个香 面条拌好后 我们继续炒蚝油牛肉 三 三 三 下来就好了 对 最后冲锅 那个蚝油倒入去 等到牛肉颜色都变了 就可以倒入蚝油汁调味 蚝油在哪儿 所以我淋一点 因为我都没吃不到 三 二 三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一个蚝油在方位上的蚝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开始调好的 调好的 最后再浇上葱油和生抽调的酱汁就可以了 如果家里没葱油可以用麻油替代 不爱吃米饭的朋友可以做老上海葱油拌面当作主食 焦头可以用炒菜蚝油牛肉替代 面煮好后用葱油拌开 而蚝油牛肉直接煸炒 炒至变色就可以放入调料 大火收汁就可以了 蚝油牛肉不仅可以作为单独的菜品 也可以作为焦头 一菜两用真的方便哦 我猜这个牛肉怎么那么嫩啊 嫩可以滑 好嫩哦 香 真的香 牛肉的品质包括它上浆的一个技术还是不错的啊 对啊 肝脏松低了 自幼子这样的牛肉要它将为人 对对对 我们将为的话好 咱们一切生米 最终的生米 这大厨啊 今天我变胖还换你的啊 把这些半成米熟食做这么好吃 吃饱了才能减肥吧 长胖了都没饿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豆醉大黑 大家也多来 下期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 不见不散哦 拜拜 拜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